先不介绍中间头生来嘉义市 要来看就是嘉义市青年文化庚学团 青年公共四部百列颜 24号开始年三四天 在嘉义市的普务官来进行 在这一次网统当中 总共有五十五位的青年来布名 嘉义市中民会也特别来出社 参与无地区域的意识 便来送有的少年朋友 以国际思压、在地关怀 为嘉义市来关注 不一样的魅力 嘉义市青年文化庚学团 已经持续基本四年 每个月都以不一样的主题 和教青少年朋友了解 嘉义亲近在地 今年的青年文化庚学团 青年公共四部百列颜 对24号开始到27号年三四天 总共起院五十六位的青年朋友参加 嘉义市中文明会也亲自资讯参与无区域去市 为这青年文化市场 今天就引领大家讨论的江苏订阅进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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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希望可以和青年朋友 特别有些讲师也选到了一些建筑系的建筑师 建筑的一些教授 还有一些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还有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学员带到梅山 透过我们梅山在地的王琼宁教授 跟一些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探讨 从文化的观点来看看青年怎么关心社会 社会的参与 公共议题的思考 江苏议市政府建筑 江苏议市虽然是一个高兴 确实充满着創意和华议 少年朋友的华议和創意 竟是江苏议市成定的动力 所以为少年和助手基本的华议 是江苏议市政府所关注的重点 希望可以和少年朋友 到底来沉进江苏议 再做下一次的未来 世纪新闻众教兵 王小三加苏议市彩虹报道